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立法會議員黃俊 石一文 今日2月15日的立法會大會上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政府帳目78、79日的 行公兩席報告提交報告去立法會上 而剛剛我們七個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委員 召開了記者招待會 交代一些公開聆訊的細節和我們的建議 其中就大家共同關注的運輸署 筆市的士提夫 有20年沒有更新的情況 我們都表示一個關注的狀況 因為我們過去20年 一些新的法例都沒有包括筆市入面 而希望我們透過這個政府帳目委員會 或者我們一些公開聆訊 可以促請政府就一些政策上的範圍 或者法例上作出一些更新 從而可以優化我們的制度 緊貼香港社會制度的變遷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